美丽中国神奇宁夏美国旅游推介会在洛杉矶市中心迁徙大酒店举行,来自宁夏多个旅游景区的负责人,向美国的民众宣传介绍宁夏的旅游资源项目。 洛杉矶圣盖博士市议员廖清禾,华人社团的侨领,包括张苏九、陆强、魏安妮、江凤年、管巧珍均出席了推介会。 西夏林景区总经理赵宽宁,沙湖旅游风景区副总经理李曾潮,赫兰山岩化景区副总经理段力春,水洞沟景区营销总监罗燕,分别就各自的旅游资源做了介绍,并邀请美国的民众到宁夏亲身感受当地的人文、历史、文化和风情。 提升神秘华夏在美国旅游品牌的影响力。 向荣幸呢,我们邀请来了从宁夏旅游局过来的我们的领导们,5A景区和4A景区的领导们,在这次宁夏美国推介会中呢,向美国社会第一次全面的介绍了我们宁夏的各种景区啊风景。 然后我们中视传媒作为这次的主办方,非常欢迎大家,非常感谢各位媒体前来,然后也非常感谢各位领导能对我们宁夏美丽中国神奇宁夏这个项目的支持,欢迎大家来宁夏玩。 环球东方记者李渔冲,洛染机采访报道。